哈囉 大家好 我是何思維 那其實呢 這也是我自己第一次來台上分享我自己的經驗 那因為其實我沒有PPT 所以我是帶一個小講稿的方式 那首先我想要請問一下大家 大家覺得夢想跟目標有什麼差別 有人可以回答我嗎 有人想要回答一下嗎 好 你好 那你自己想要問一下夢想跟目標有什麼差別嗎 呃 算是有解釋答案 夢想跟目標只是一個概念 目標是經濟去把自己的自己 對對 這也是我想要表達 那因為其實對我來說我覺得夢想只是一個 它只需要用思考的方式 而且是每個人都可以擁有的 甚至無時無刻都可以 我們無時無刻都在夢想 可能我夢想成為什麼人 我夢想怎樣 但是這些都是還沒付諸行動的 那目標跟夢想的差別 我認為差別是在 目標是要採取行動的 而且是需要規劃的 而且它會有付出代價的 你會需要犧牲一些東西 那重點是它也是有時間限制的 對 那對我來說呢 目前成為線上歌手是我的夢想 那也是我目前正在努力的目標 那其實我覺得夢想是需要被 是需要被一個激發的 可能有一天我參與了某一個活動 或者是我聽到了朋友的一個經歷 我才會突然被激發 啊 我想要做這件事 這件事是我喜歡的 我想要把 我想要完成這個目標 那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要完成一個目標 或完成一個夢想 需要的 你真的很需要喜歡這件事 也需要對這件事很感興趣 因為你的感興趣才可以 讓你在之後 不管面對到多少困難 多少否定 你還能繼續走下去 而不是選擇放棄 換走別條路這個方式 那我先來講一下 我稍微講 簡單講一下我自己的 目前到現在的過程 那我一開始會走上唱歌的這條路 那其實大家 就跟大家一樣 很簡單是高中的時候加入了社團 那我當初加入的是熱音社 那也是在裡面擔任主唱 那也因為這樣 我自己開始喜歡上唱歌 也對唱歌稍微有了自信 那我也接著在進入輔大 進入輔大之前的這個暑假 不斷應徵駐唱 那時候也都沒有 也都沒有上 也都沒有成功應徵上 那接下來進入大學後 也因為我剛大一就出了一場 蠻嚴重的車禍 然後就是 也是賠 賠了大概四五萬 那也是我自己 我自己就是 等於我接下來的時間 都是幾乎打工科業 然後還有 就打工科業而已 那我已經幾乎完全放棄這個 要唱歌這個想法了 對 那其實那時候的我 其實遭遇到還蠻多挫折 除了家庭方面我父母 那時候離婚 然後還有一些 客業上或者是 生活跟感情方面都 那時候其實很挫折 那 其實那時候我自己 我自己那時候其實 因為大一那時候 我其實體重還蠻重的 那時候已經 大概是胖到 九十五九十六公斤 就是可能我現在連站在這 站個五分鐘 我就會覺得我腳底板好痛那一種 對 然後那我那時候其實 過得也還 也還蠻不順的 就可能像我那時候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像 我那時候有一次 我回家陪我爸聊天 然後就 結果 要回 他要載我回新莊拿車的時候 然後他打開後車箱 我剛好投低下去撿東西 然後後車箱就蓋下來 然後我就腦震盪了 對 就是大概這種程度 還有包包比較好笑一點 像是可能 我去 我那時候就打 第一次去澎湖 我跟我朋友去恐怖旅遊 那才剛到第一個景點 然後大家都 在等搭船 然後那時候就很愛拍照 那結果我就坐在地上 可能有一些石柱那些 大家就擺pose 就坐在地上拍照 然後拍完照的時候 我就突然問我朋友 欸你有沒有聞到一種 好像大便的味道 然後他說 嗯 幹你做到大便了 對 對所以就 然後就看到那時候我就是 就一個人就 穿著四腳褲 然後再跟吊嘎在澎湖海邊洗自己海灘苦 然後整個背包啊 吊嘎上面其實 後面都沾到狗 真的狗屎 對 其實也就習慣 後來到後來也就習慣 也就習慣了 就是可能 好吧 那既然不順的事情 不能改變 那就試著去接受 那到後來會開始再走到唱歌這條路是 那一年的暑假我去完澎湖之後 剛好那時候超偶在海選 那我那時候就參加了這個比賽 那也是也是通過海選 然後之後有上過電視兩次 比賽兩次 那接下來的日子 接下來的日子也 也因為比賽的要求 所以 我自己兩個半月瘦了29公斤 對就是拼命運動 那時候 因為我基本上我是異胖體質 而且我真的很愛吃 而且輔大周圍這麼多好吃 這就是 這就是為什麼我大異的時候會胖這麼快 什麼大菠蘿啊 什麼大豬排啊 然後還有蛋漿炒飯 那時候以前還有蛋漿炒飯的時候 我一個人 我一次吃大概都加三碗飯 因為加飯免錢 對 所以就看很快 那我也是在接下來 在那兩個月的時間 瘦了29公斤 那還有 那在這段比賽的過程結束之後 雖然沒有贏得什麼名次 那 但是這段比賽 讓我開始卻 在我心中確定 唱歌是我想要做的事 而且 我做這件事是會快樂的 所以在這之後 我開始 就是 除了自己在自己不斷練唱之外 我自己 接下來就是參加了許多 許多外面辦的比賽 可能像教會 新生命教會辦的一些 歌唱比賽 或者是 或者是樂團的比賽 然後還有包括其他學校 北大 還有清北大 然後還有 還有那個政大的一些比賽 那我都是不斷參加 那 參加這兩 接下來兩年 這種比賽的過程 其實 學到一方面學到了很多 以前我是一個很懼怕的舞台 可能 可能像我其實現在站在這裡 我大概姐姐把我手會開始一直抖吧 對 其實在這兩年之後 我開始慢慢習慣這個舞台的生活 那我也在 當初那時候也大概有在兩個月內參加13場比賽 那只是 後來我才發現 這種生活好像 是一個 是一個 我只知道要一直比賽 可是我沒有一個詳細的規劃 等於像一個無頭蒼蠅 無頭蒼蠅 就是到處飛 就是好哪裡看到比賽 哪裡參加 但是比完這場比賽 我不知道我要做什麼 我不知道我自己還能做什麼 我不知道我現在可以做什麼 讓我 讓直到有下一場比賽的時候 對 那說 因為我自己的個性 我很喜歡聽就是 年紀比自己大的人講話 因為 我覺得其實多活一年 多生活了一年 他真的經驗就是比你多很多了 那 所以我包括 包括因為一些比賽認識 或者參加一些活動認識的朋友 那我會常跟他們交流 當我 對我自己有疑問的時候 也是常常請教他們 那包括對唱歌這一塊 我當初也是問過很多人 也有問過 也有問過學校的老師 那其實一般人對這個方面 大家給的回應就是 這是一個不實際的行為 因為要競爭這個的人太多了 而且資源太少 機會太少了 所以不論是家人朋友 或者是當時的學校老師 就是教授跟系主任 他們都覺得 我應該 只要把我的時間 好好放在課業上就夠了 那其實那時候我自己也很有 因為我 我也有被影響到覺得 這是似乎真的不是一個實際的做法 我好像真的想要從這裡面脫穎而出 或是做到什麼成績 太難了 我那時候也曾經想過要放棄 但是後來還是因為我自己比較不服輸的個性 我就是一直做到現在 那其實 其實後來 後來的時候 我是原本以前我是不會樂 我不會任何樂器 我沒有任何音樂的基礎 也沒有去學過什麼東西 那在這之後我大概在前年 在前年的時候我去找了一個老師 學吉他 那也跟這個老師學到了很多 那到現在到後來開始 我開始慢慢的 慢慢的開始自己去接洽表演 婚禮的表演 然後還有一些 包括我目前現在在做的 就是一些陌生的開發 像是 其實新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一間叫混日子咖啡 那這間咖啡它是一個 它在新莊中坪路上 那它其實是一個 它設計的很復古的咖啡廳 那它本身也沒有提供駐唱這種行為 那當初我也是自己就想說 我現在只能自己一個人做 做這些事沒有人幫我 那我自己就要試試看 那我就去跟那邊的店長談 我能不能讓我試一兩個月 讓我在這提供表演 那你不用給我任何薪水沒關係 就讓我在這表演就好 等到你覺得 OK 我的表演有為你的 為你的店 帶來一些效果 或者是有客人真的因為我的表演 願意繼續上門的話 那我們再來談一些薪水的問題 所以 其實到那時候 我那時候其實我駐唱了三間店 一間是內湖的居酒屋 還有一個酒吧 然後還有一個咖啡 像剛剛講的咖啡店 那 我們那時候其實一個月的生活 大概只有三千到五千而已 對 那其實 其實對生活來說很不夠 但是 就是很省 我用我之前可能在餐廳工作 每個月七八千的勞工我都有存下來 就是我用這些錢 就是算是幫助我度過這段時間 那也讓我後來再有機會 有機會接到另外一個穩定的出場 那我現在目前的收入才比較穩定 那我覺得其實 當我們現在在衝的這個階段 我覺得 其實不要把虧不虧看太重 我覺得 可能眼前你認為是虧本 或者是認為是吃虧的一件事 都是你將來生活的一個助力 那就像 我當初我只是一個沒有駐唱過的新人 那我為什麼到後來可以跟人家談表演 那就是因為前面這些經驗累積的 所以 我覺得 當我們在 剛開始在 做跟在學習的這個階段 我覺得 其實不用把 不用把一些吃虧當看得太重 那 我覺得這階段我們就是多學多問多嘗試 不要 不要覺得你問好像就是 你比較 你好像差人一等 或者是你比較笨 人家 人家都懂你不懂 但是 我覺得 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方式 你可以 從別人身上的回答 你可以 得到很多 他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是這樣 那我可以再去參考另外一個人的講法 那我再自己做一個總和 對 那還有 包括 我看一下 對 那還有包括 包括這一部分的話 就是 當我想要完成一個目標 我覺得 規劃跟取捨是一個很重要的事 那 像我自己的話 我自己的取捨 就是 像我去年大四的時候 我基本上我是 兩學期都二十六學分 然後 對 就是大一的時候 那一段 那段時間都在打工 所以成績比較不好 所以我大四的時候 兩學期都修二十六學分 那 我的取捨就是 我玩 那我的生活裡面完全沒有玩樂 我的生活就是 駐唱 工作 然後練吉他 還有上課 那包括可能 我電腦 我的手機裡面都是 就是全沒有遊戲的那一種 那 我也就犧牲了很多 就是可能跟朋友相處的時間 朋友想要聚會 每次都會覺得說 你怎麼揪都揪不來 但是 就是 因為我真的很想要完成這件事 我想要 所以我覺得 那 我真的必須做一些舉手 不可能 貪心的每個都要 因為 其實 說堅固 每個都要的話 變成說會變成 每個都只有做到一點點 我覺得還是要找到一個 自己的重心 把大部分的心力投注在上面 那其實 接下來的 其實我自己也是 話也都是抱著一些 比較謙虛感謝的態度去 跟一些可能 我在唱歌上認識的前輩 他們吸取一些經驗 那 像一路上 我會覺得 信心堅持跟挑戰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 信心就是因為 其實大部分的人 當大部分的人都否定你這個目標 或者你想要做的事的時候 你自己心裡也會有遲疑 那 我覺得相信自己做 正在做的事 是一件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態度 那堅持的話也是 可能在一路上 你會遇到很多反對 包括 就是家庭革命 因為家人 畢竟覺得 這是一個不穩定的工作 那 我覺得 你要能 你要嘗試 嘗試用 自己的方式去說服他們 而不是選擇放棄 然後 堅持這個夢想 那 還有另外我有加的一點是 平常心 因為 其實一路上真的會遇到很多挫折 包括 可能 可能你唱 你唱完的時候 你可能會受到很多批評 或者是 你去談很多case 可是 都沒有一個人成功 那我覺得 用平常心面對 你就 不用抱著太大的得失心 你就把這當一個經驗 調整自己的步伐 再 再出發就好 那 最後一個我想要講的是 一個 不滿足於現狀的 不滿足於現狀的心態 因為有時候滿足反而會造成我們 就不再進步了 那其實不滿足於現況能讓我們 對於這現況能做更大的調整 對 那 還有最後一個就是 抱持正面的心態 那 其實我自己以前是一個 很負面的人 可能就是動不動 可能 可能摔車啊 或者怎樣 我就po facebook 什麼 今天好衰喔 然後就是討拍拍那一種 對 就是 對 其實大部分可能 現在我們生活在周邊的人 也會有這種行為 那 其實 我後 後來也會覺得 這樣的行為是一個 是一個非常不好的行為 因為 除了是 事情沒辦法解決之外 消耗自己的正面力量 也把你正面的力量 也把你負面的力量 傳染到你身邊的朋友 對 那 我覺得要堅持目標 你必須 因為沒有人可以給你力量 我覺得你必須自己 不斷提供自己一個正面的力量 那 像我自己目前的方式 我自己的方式 我是從可能 當我遇到挫折 或者是我心情比較差的時候 我會去看一些比較理智的名言 或者去看一些人的故事 或者甚至像我現在正在做 去一些慈善 慈善慈善機構幫忙做服務 那因為我覺得 其實我們現在在做的大家 我們擁有的條件 我們擁有的資源 都比那些 更那些人多 那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自怨自哀 我們不能用 反而弄自己的力量去幫忙別人呢 對 那 我希望 那其實很高興今天能來這 跟大家分享 那 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話 我今天 我希望能夠 就是藉著這個場合 可以唱我目前的一首創作 可以嗎 好嗎 我怎麼可能就找到 還有那些聲音 很明顯 所以我可以唱 那一首創作